我們就用剛才窒息更新 幫我們介紹這台 現代的CORNA N-LINE 它所具備的一些條件 來去在市場切出一些對手 他們當然第一個 它是CV車型 第二個它就是 將近200匹的馬力 那這樣一切出來 就像我可以幫大家整理出一個 最直接的對手 它就會是福斯 其實也是發表沒多久 它的TROC 330 TSI R-LINE的Performance 這個車型 那我們就先用這個表格 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這兩台車 為什麼我們會把它放在一起比較 其實這兩台車 除了我剛才說的那兩個條件 因為它有一個很相近的 兩個車身尺碼相當的接近 大概都是4米2公尺左右的長度 但是我們都知道 福斯是一個很會做空間的品牌 所以它在整個內部的乘坐也好 或是後廂的空間 都還是稍微大一點 好 那兩個發現其實很明顯的價格就有差異了 差有一點多 差滿多的 對不對 KONAR這一台N-LINE 它是99.9萬 但是福斯的TROC 330 它就要132.8萬 就像剛才關於說的 大概將近30萬的售價差異 最大馬力的表現呢 KONAR N-LINE還有198匹 相當的出色 那最大扭力是27公斤米 那如果是TROC的話就是190匹 32.6公斤米 其實也都不錯 但是如果硬要去比計較那個效率的話 還是KONAR略升一籌 從這個數據就很明顯的指出 那變速系統 兩台車有支一桶 都是用的是七速雙力 而且自首吧 變速箱 那把剛才我們講的馬力跟動力 銜接到這個動的變速箱之後呢 兩台車呢 0到100的速度也有不一樣了 雖然說因為KONAR 它配備的是前輪驅動系統 所以它的0到100加速 大概7.7秒也是不錯 那因為呢 TROC它有四輪驅動的加持 所以0到100稍快 也是7.2秒 但我相信7秒台 這個對於多數 可能第一次擁有這種 剛才7說的這種 複合型的微缸炮 或是微修旅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好 那在安全的部分呢 KONAR它有SmartSense的 全自能安全科技 那以我們的市價來說 它這個已經達到了 LV2的A-DAS系統的等級 那TROC它有IQ Drive 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那我們自己的感受是 接近LV2 它其實還沒有到 完全LV2的表現 好 那這樣講完之後呢 其實大家不要忘 其實這次KONAR的小改款 就算它不是N-Line 它是一般的車型 大概只要84.9萬 它也就有198匹馬力 所以你說它跟330比起來的差距 絕對不是只有30萬而已 所以你可以用更低的價格 想說這個200匹現代這個KONAR的價值 就清楚的展現 那其實你縱觀國際車台 你可以發現其實現代跟福斯 兩個品牌算是同樣的高度 都算是一般大家比較容易買到的 平價品牌 那因為台灣我們對於歐洲車 會有一定程度的想像 尤其就是德國車 所以傳統觀念 我們覺得歐洲車可能是 比較好的選擇 那對韓國車可能會有相對 好像沒有日本車 那麼進步的感覺 那這個呢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30萬 甚至更多的價格 就是你這種傳統觀念 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特地 把它的兩聲拿出來比較的關鍵 可是聽完小葉這樣分析之後 似乎在100萬以內 你可以買到的 一個比較容易入手的價格 然後又可以買到 將近200匹的馬力 同時稅金又省 又有空間的話 的確KONAR的N-Line 表現是相當的優秀 不過我們看到市場上面 另外一個國民的品牌 它在這個性能的鋼炮上面 最近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熱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台灣吸起了一波搶壓潮 進GR Yaris之後 據聞說比它更大一點點的 GR Corolla 已經即將要問世了 艾大 請問一下 它會有可能來到台灣嗎 最近看到就是 Toyota的GR Yaris 已經造成市場上面 一種瘋狂搶車的一個狀態 那甚至是有錢搶不到 但是大家就會講 GR Yaris常常很多時候 被拿來跟什麼Golf R來去相比 又有人說 基本上它有兩個不同的產品 甚至不同車格的一個 這個大小的配置 所以其實我們比較期待的 反而會是這個 明年可能會問世的 Toyota的GR Corolla 那因為根據日本媒體的一個推估 也就是說在現行款的 Cara Sport上面 然後換上的這個 GR Yaris這一顆1.6升 三缸渦輪增壓的引擎 再派上IMT的這個六速手自排 同時一樣它會搭載這個 GR 4的四輪傳動系統 也就是可以做所謂的前後比例配置的 這個四輪傳動系統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存在 那當然你就會說 GR Yaris都要賣這麼貴 那更大一點點的GR Carolla 會不會來得更貴呢 其實根據日本媒體的一個推估 GR Carolla預估的初始售價 會落在350萬日幣左右 這個時候你就要想一想 GR Yaris的初始售價是 396萬日幣 怎麼比較大的車 還比比較小的車 更要來得便宜 所以相對而言來講 就會覺得說 GR Carolla更是更加的親民 而且冠儀剛剛你提到的一個重點 你想要有200匹的馬力 你可譬如說買Kona的N-Line 可是在GR Carolla上面 它把這一具1.6升三缸渦輪增壓引擎 再把動力再調大 已經可以高達接近300匹的一個 最大動力輸出 那這個時候如果以GR Carolla 來去跟Golf R相比 我覺得這個就是這個門當戶對的一個比較跟競爭 那當然如果說在以日本的基礎售價來講 GR Carolla會比GR Yaris 還來得更便宜的狀況之下 如果有機會能夠來到台灣 以GR Yaris 頂規是179萬 我們知道396萬日幣的GR Yaris 在日本的售價 它是有所謂的RC的版本 RZ的版本 RZ High Performance的版本 不同等級 初始是不到396萬 不到400萬日幣 那如果GR Carolla到了台灣 你覺得會落在什麼價錢 如果又跟同級的購買來相比的話 我相信雖然在性能車上面我們不談CP值 不過確實是相當迷人的 一個非常棒的和牛被端出來在市面上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為什麼GR Carolla動力更大 可以做到比GR Yaris 還要更便宜的更親民的售價 當然因為一個車款叫做GR Yaris 是為了競技而打造的車款 然後滿足比賽的規格 跟需求之後 才去量產來去做銷售 這個出發點是不一樣的 跟一般市售民用的乘用車 以舒適為出發點 考量是完全不同 所以它的造價的成本 跟造車的計畫 其實基本上是不同 但是GR Carolla 卻是一般的民用車 然後經過動力的升級 外觀的升級 底盤的強化之後 來去銷售給一般的消費者 也就是雷同 Golf有1.0的版本 有一般的版本 有GTI 有Golf R這樣子的版 所以它出生的歷程是不同的 當然它會有所不一樣 再加上GR Yaris 有所謂很多的鋁合金 很多的碳纖維的設備 來去都打造 那GR Carolla 還是比較是屬於 一般的運動化車型 但是它的動力性能 卻是有WRC協同的傳承 更加強 那我想以目前在台灣 這個銷售的狀況來說 GR Yaris受到這麼大的 歡迎的狀況來說 我想和它一定會認真的考慮 在明年上市之後 能不能夠來導入所謂的 GR Carolla這件事情 我想買不到GR Yaris沒有關係 消費者的朋友們可以 再稍微緩一緩 甚至明年你可能會有機會 可以買得到GR Carolla 價格更親民 然後車身空間更大 然後更好開 對不對 真的 我們就希望消費者 能好好用力的敲碗 讓何台可以聽到 GR Carolla 搞不好很快就跟大家見面了 雖然在台灣 有不少的性能迷 可是如果你想要有一台 文武雙全的車 而且要開出品味 而且要開出質感 甚至於能夠在百萬的上下 你就可以擁有的 有沒有這種精品級的好車 小葉 你今天我們帶來這一款 是不是我剛剛上述 講的那些條件 你都可以符合呢 有 其實關於我們在討論 剛才妳有說到一個關鍵點 叫做精品的質感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大概應該都有關注 一些精品的消息 可以發現汽車設計 跟精品的設計 有一曲同仲之妙 這幾年的精品設計 有一個趨勢是 有些非常非常的浮誇 很oversize 或者很多logo的導入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路線 但是有些品牌 就是走一些比較低調 化繁微簡 化繁微簡 好 那這樣子講 大家有沒有覺得 剛才我們專家幫我們介紹 它在Kona的N-Line 你一眼看過去就發現 它好多重點 一眼看不完的感覺對不對 就是因為運動化嘛 所以它就必須有很多重點 頭燈是重點 那個水箱護照也是重點 輪圈 甚至你剛才說那個diffuser 都是重點 一眼消化不完 歐洲人愛那種感覺 對 但是如果你看到 這台馬自達3 記不記得馬自達3是 2018年底推出的車 到現在也差不多 快三年的時間了 算有一點點 它有這麼久了 有一點點年紀了對不對 對 照理說這個車款 應該在我們的習慣 它會有點顯老胎 就是覺得好像沒有這麼新 但是說真的 你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他們強調一個很重點 就是說越簡單的線條 就越考驗質感 所以馬自達3 他們當初就在說 特別在烤漆的部分 很強調他們的工匠的技術 你可以發現它在立體的部分 呈現了一個很棒的立體的質感 但是它在 你說光線的折射嗎 光線的折射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不同層次 沒錯 而且在比較低調的地方 就是它的線條比較低凹的地方 你會發現那個漆的質感 有點唇厚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最難的是什麼 是攝影師 當初怎麼把它拍出來 那個質感的呈現 對 對不對 當初這一代一上市 很多人覺得 他怎麼拍都覺得怪怪的 可是看到時尺 你會覺得你的眼睛真的 覺得好像在吃一個 那種海陸大餐的感覺 對 簡單說就是你從上面看 好像沒有非常的驚艷 但是你看到時尺 用眼睛去領略整台車的線條 很簡單 但是每一條線條都是有學問的 那我們進來車內看一下 好不好 一打開門 它的 你知道它那個感覺 那個氛圍 就是低調的那種奢華 對啊 你看發現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外觀的感覺 跟內裝是一模一樣 是它不會有很非常繁複的線條 對 很簡單 因為現在都很喜歡用車的車輛設計 很大的螢幕 很大的儀表板的液晶螢幕 都是這樣子的設計 但是你可以發現 它並不是這樣的 它完全不是這樣子的邏輯 就是說 中控台一樣維持 儀表板一樣維持是三環 但是中間反而是用數位的呈現 那你會覺得 這個是傳統跟現代的前衛 都會有很好的融合 還有呢 你會發現它的所有的數字 你知道我們最近的 在智慧型的穿戴裝置也好 或是智慧手機 我們的很多的介面設計 都從以前的3D立體 現在回到了2D的平面設計 是喔 為了就是讓你在很多 現在很繁複的資訊的閱讀中 讓你可以更簡化 讓你更清楚的看到 你所要的資訊 Appl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 它不管是在儀表板的資訊呈現也好 中控台這個8.8吋的資訊呈現也好 它都是呈現一個相當簡單的 二維的邏輯 對 而且我很喜歡的是 它這個螢幕的設計 它這個實際是讓你用閱讀的方式 你整個控制都還是在你右手放在 中央扶手上很順手的控制界面 它不是觸控的對不對 不是觸控的 所以其實對於你常開車的 你可以發現這樣的好處是 你熟悉的這台車之後 你根本就不用目光去轉到 你的儀表的這個中控的螢幕 你只要用手很熟悉的去控制它 就非常的好 我發現它其實還是有一些傳統的堅持 對不對 沒錯 而且你這樣看 發現好像它沒有很琳瑯滿目的設計 但是它這個所有的皮革的用料 雖然它只有座椅是真皮的 它的方向盤也好 它的排檔也好 它的中央安座的皮革都還不到是真皮 但是就是皮質包覆而已 皮革的包覆跟整個設計質感是好的 對 而且在一個細節 你看它的排檔感的上面 這個旁邊 你看起來好像是黑色烤漆飾板 其實不是 它是外面第一層先用一個玻璃 下面再是一個用黑色的一個 原本的烤漆飾板 讓你在不同的光 這麼講究 對 讓你在不同的光以下 看出來的反射跟那個質感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其實在用心 在是一些很低調的地方 但是你要花時間慢慢的去細心的評論 所以每一次介紹馬自達3 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感覺